兄弟们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 一次十年抽直接一发入文 中了最新发布的永远王座飞车翅翼 这次呢又刷新了我个人飞车史上的欧皇记录啊 关键是我道具都买了 突然给我搞这种 我真的是有点措手不及啊 我都以为这飞车出了bug了呢 那咱们就跑一把这个永远决斗场 然后顺便说说这辆车的性能啊 先来看特性空喷和落地喷时长加0.12秒 腾空时68%的概率6秒 基础高速度加50速小喷动力加10% 表面上的数据触发概率写的是挺高的 但实际上呢 它是特性触发时间内不可以重复触发的 这他们又不是相当于说表面消息息背后砍你一刀嘛 是吧 不过呢 它整体的性能水准呢 还是要比其他的套装捆绑A车要好啊 像那个前世金生啊 还有狐狸啊 都没有它墙啊 可以说是一辆夹在韭菜车和一线客金A车的中间 不过呢 对于很多一发十年抽就中的小伙伴来说也算是赚了哈 好的那本期视频咱们就先到这里吧 谢谢收看喜欢的点赞投币支持一下哦